我的天,这也太便宜了吧 有粉丝私信,想看小人哥吃这个拼好饭 正好小人哥从来没试过 今天咱们来试一下 近来发现他的东西是真便宜啊 普遍都不到十块钱 这么便宜,有什么猫腻吗 咱们随便点几份试试 招牌猪脚放假卤当 居然只要七块九 来一个 居然这么便宜,咱们多点一些 不差钱 再来点杯饮料,茶百道的 居然只要四块 茉莉奶绿 光吃个饭也不过瘾 再来点小吃 五股炸鸡,加鸡索,股价年糕 就简单吃个三样吧 回来了 这里就是花了24块钱 拼好放点的三个东西 刚刚最后一个炸鸡套餐 没拼成功 小人哥还是没有经验 原来这个定档如果十分钟没有拼成功的话 就会失效 所以又另外拼了一个脆皮炸鸡加可乐的套餐 12块 也是非常便宜 12块 7块9 加4块 24块美滋滋 稍微有点麻烦就是必须两个人点同一架店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稳定的放搭子的话 非常划算 先吃猪脚放 它的肉是这种平铺的 来 粉丝先吃 入口即化 非常绵软 非常绵软 给它肉稍微有点肥 底下的方有汤汁 还是不错的 8块钱也不能要求太多 对得起这个价位 茉莉奶绿 里面只有冰块 没有配料 就是茉莉花茶 加上奶茶的味道 合在一起 我点的是五分田 挺好喝的 最后是12块钱的炸鸡 外脆里嫩 很多汁 味道挺不错的 当然都这个价位了 也不能指望这个鸡有多大 大概我一个巴掌大吧 OK 做总结 刚刚也是特意回他们店里面 看到一下他们店里平时的价格 这个鸡是23块 猪脚放15块 茉莉奶绿10块 也就是普遍我点的话 只要半价左右 这样来看 这个拼好饭还是挺划算的 用来省钱很不错 当然缺点可能就是 东西都是比较便宜的 没有那些大藏 凑合一顿还是足够了 大家对这个拼好饭有什么看法 可以评论一下 个人觉得是非常划算 四颗星